当时我就加了空号之后 就简单的问他一些身体方面的情况 他自己方面没问题 不需要任何人照顾 当时我给他租的第一间房子 是有一个小台阶 他出来进去不方便 每天我都是比较早 五点半出门 然后在这个半道上 我买了点早餐 到他那儿 就这样吧 后来我习说 你不能总是来这么早 然后你再给我找个房子 我出来进去比较方便的 你就不用来那么早了 就这段时间我妈还总问我 说你怎么这段时间 总上班这么早 那时候我妈不知道 我们两个就是在谈恋爱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我说我这段时间工厂加班 要去的比较早一些 我们相处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我详细地了解了 我老婆的爱好 喜欢吃什么 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 我没有和我媳妇聊过 在那半个月当中 她对我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但是在那个半个月期间 我的感情是全部都付出了 当她走到那一刻 说心里话 我真的是掉眼泪了 我不舍得她离开 但是我 源于双双父母的这个原因 我们可能暂时还不能在一起 反对是吧 对 特别反对 在我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 我父亲得了严重的胃癌 我不敢把我们两个 谈恋爱的这件事情 告诉我妈妈 我怕我把这件事情 再告诉她 她心里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哥儿两个都还没结婚 到后来我妈妈也知道了 我妈就跟我说 就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未来你们生活 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你本身就是个残疾 如果再娶这样的一个媳妇 未来你们两个 谁照顾谁呢 后来父亲去世以后 第二年我就和我老婆 就来到青岛做供应品 干了四年 在这四年当中 妈妈也来我们的场子里看我 我老婆呢 就是特别懂事 把我妈妈洗漱的用品 包括一些 我妈妈是爱吃的水果 等等等等 准备的特别齐全 我妈来之后 看了我媳妇 这就是这么细心 对我的照顾 也是无微不至的 我妈就单独就和我说 说儿子 你们两个这个谈恋爱的 妈就不反对了 只要以后你们两个幸福 就行 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结婚的日子 定了之后 就把这个婚就给结了 谢谢 今天心愿是谁的心愿 心愿是我的心愿 你也不需要我推对吧 对 你把它说出来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开一家实体店 请回 你们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的话 是在微信朋友圈里 卖一些鱼花用品 那干嘛还要开实体店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 一个一些残疾人 他很难走出家门 所以说呢 我们想开一个实体店 给一些有梦想 想出来 这个展现自己的残疾人 给他们一个 打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些人认为安全感是秒回的微信 是迅速打来的电话 是银行卡里的数字 但其实真正的安全感 是来自于你每天良好的生活形态 否则的话 别人都给不了你这种感觉 祝你们生活越来越辛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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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